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型 这个模型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如意 听这名字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国产的大模型 那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呢 它其实是一个视频生成模型 当然呢 你也可以把它定位成一个插针模型 还是我们先验验货 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 大家注意啊 它的工作流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在ConfUI里边呢 我们需要上传两张图 这两张图呢 是之前我做虚拟试穿的时候 两个模特的一个图像 这两个图像呢 其实我在制作的时候 就是随意抽卡生成的啊 它本身呢 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它唯一关联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提示词里边 设定的背景啊 这个人物的形态是一样的 另外呢 我们使用Redux呢 来保证了它衣服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起方的作用之下呢 我们就导致了整个的图片 它的一致性非常的强啊 那我们可以拿这两张图片 分别呢 做这个采样器的起始图片 和结束图片 也就是Starter Image和End Image 然后呢 经过我们采样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由于我这个分辨率是512乘512啊 所以说呢 它面部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我们就看生成的这个动画 那你会发现呢 它之间呢 生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动画的效果 这个效果呢 其实你可以认为是插针啊 就是这是开始 这是结束 中间我们生成一连串的这个引导动画啊 让它变得更加的流畅 但是你会发现 它跟我们之前讲的像Frame那样的针呢 还是不太一样的 像那样的插针模型呢 其实还是有点傻瓜似的 但是这个就非常的智能 生成的动画呢 也非常流畅 当然它的功能呢 不止这些 那我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测试 能实现的效果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到底怎么去用呢 下边呢 我们就详细来说啊 那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模型本身 它的功能呢 也比较多啊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插针动画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 其实还是不错的 像这种啊 包括小狗的 包括这种风景的 对吧 都还是挺好的啊 然后呢 另外它可以进行这个 叫什么相机的这个控制啊 比方说呢 我们相机可以左移 来看一下 当然呢 也可以右移 而右移不是特别明显 对吧 然后也可以采用静态相机 就是不动啊 另外呢 也可以向上 也可以向下 另外的话呢 它还可以对这个动作呢 进行控制啊 就是动作的强度进行控制 它分别给出了四个档次啊 这个Motion 1 Motion 2 Motion 3 和Motion 4 那么一呢 就动作就相对来说少一些 越到后边啊 这个动作就越多 我们先看一下一的时候 看一下只有头发在动 对吧 你看二的时候 哎 这个头就开始动了啊 嘴也有一些动作 三的时候 有一个转身的动作 是吧 你看四的时候 直接走了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东西怎么去用呢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 虽然是如意的 这个官方的手印 但是它同时呢 也是Conf UI的扩展啊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除了这个 安装的一个指导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还有专门的一个章节 叫做Fall Conf UI Users 就是针对于Conf UI的用户 应该怎么去做 安装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Conf UI的Manager 去安装 这个也很简单 另外的话呢 就是可以手动安装 手动安装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首先呢 我们是进到Custom Node里边 然后用这个克隆 将这个Repo啊 就是这个仓库啊 给它克隆下来 然后把这个依赖库装上就可以了 另外为了显示这个视频呢 我们需要安装这个组件 这个底板大家有装着呢 是吧 我去管它 别的没什么好说的啊 然后你要注意模型 模型的话呢 我们大概需要一个17G的存储空间 这有对应的连接 你要注意这个连接的结构 其实是一个Diffuser架构的啊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文件夹 里边有这个Transformer啊 VAE啊 这个都会有 然后呢 你可以采用自动下载 也可以采用手动下载 那自动下载的话呢 就是当你跑这个工作流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模型给下载下来 那手动下载呢 你当然就可以采用 Git客龙啊 把这个地址的这个文件夹上的全部给它下载下来 然后你要注意啊 如果要是自动下载的话呢 它默认就放在这个目录下边了 你要手动下载可以灵活一点 既可以放在这个目录下边 也可以放在这个目录下边 这个都是可以的 好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安装好之后的情况 首先呢 我们进到我们的Custom Node里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客龙下载之后 就会有一个如意Models啊 然后大家需要用Python的Pype程序 把这个需要的依赖包全部给它装上 那它自动下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Models里边 找到这样一个目录啊 叫如意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下载的这个版本 是这个7B的啊 然后并且是一个迷你版 所以说呢 占17个G 所以说它完整版应的效果会更好啊 那我们开始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可以在Confi UI里边的 Workflow里边找到 它其实列了这么多啊 大家呢 可以直接拿一个去看就行啊 其实都差不多啊 唯一的区别就是有的有开始针 有的既有开始针 也有结束针啊 所以说呢 整个的区别是不大的 那当我们把第一个工作流 拽进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效果啊 这个就完全足够 我们去使用了啊 那别的工作流可以不用去看 然后我们重点看一下啊 就是在这儿的话呢 我这儿有一个Imagery Size 这个它原来没有啊 这是我家的 因为呢 它这个耗费的显存还是挺大的 它采样的速度很慢 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讲 除了它的效果有可取之处之外 整个运行的这个体验感是很差 不是说我诋毁国产的大模型啊 就是你可以去试试啊 的确实很大 按道理 这个模型不是很大 你17个G啊 整个人下来17个G 包括你的Transformer 包括你的V1 你才17个G 对吧 那个Flex 它有多大 是吧 我们的会员有多大 CogValueX有多大 这个都不比你的小 但是它采样速度 也没有你这这么慢啊 所以说我也许不明白技术的细节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型还是没有优化好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模型下载下来之后 你注意这儿有个选项啊 叫Auto Download 就是你是不是要自动下载啊 你可以选择yes还是no啊 如果你要是自动下载 你就打开它 然后它运行 这个时候就会自动下载 这个你就等着就行了啊 你只要保证你的网络畅通 然后呢 采样器的部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 大家注意 这儿的帧数呢 我选的是48帧 由于我是16G的显存啊 48帧呢 其实已经是极限了 而且我这儿要开这个啊 就是这个GPU的这个优化的模式 它有普通模式 也有这个叫优化模式 或者叫低显存模式 这儿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啊 一旦用了这个 GPU的Offload就起作用了啊 然后别的呢 其实跟普通的采样器是一样的 首先呢 我们有基本的这个分辨率啊 因为我这是512嘛 所以说这就是512 这是种子 然后25不采样 CFG是7.0 采样的算法是DDiM 别的没什么啊 下边就是重点 你注意这两个选项 一个是控制这个Motion 刚才我们说了四档嘛 1234你可以去控制啊 另外就是这个 CAMER啊 就是这个运镜的方式 它有这么六种啊 其实呢 准确来说只有四种 一个是左右上下 还有一个就是不动的 叫steady 还有一个叫凹凸 就是它会根据情况自己去定义 就是大概就这么一情况 然后你跑就行了啊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在Motion这儿的话呢 不建议大家用一啊 一的这个动作太小了啊 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说呢 我们就从二开始测试 大家注意啊 我这儿有一个美女的一个图片 这是当时做数字人的时候 做的一个模特 是吧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注意啊 整个工作流里边没有提示词啊 就这些东西 然后你看出来的效果 虽然512导致它的脸呢 会有一些走形 但是不管怎么讲啊 这个效果还是很棒啊 那我们先来测什么呢 我们先来测Motion啊 这是二的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跟刚才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把这换成了三 这个是二的时候的采样效果啊 我们可以方便去对比 这是三 三的时候你注意啊 这个动作就多很多了 它不光有一个手势啊 有这个说话的一个动作 而且有往前走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很明显 二比三 这个动作就要多一些 是吧 来让我们接着看 当四的时候 这个四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看到 它那个湿粒里边也是啊 四的时候就走开了 对吧 是不是这个有一个 固定的一个动作啊 不太清楚啊 这就是我们对234的一个测试 这个非常的有效啊 可以明显的看到 二的时候 三的时候和四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动作的强度 那下面呢 我们来测一下这个camera的部分 camera我现在选的都是static 就是没有这个镜头的动画 下边呢 我们来看这个 大家注意 我在三的时候呢 将这个camera的action啊 选成了left 就是向左移动 这个结果不是特别理想啊 其实你说是镜头在向左移动吗 这个也不好说 你可以说是人在向右走 也可以说镜头向左移动 反正总体上来讲呢 可能是因为我构图的原因 或者说这个这个图片不太合适啊 反正我测出来 感觉不是特别的强烈 那这个时候是二的时候的right啊 这个效果是没有的 大家看一下 可能我这给的比较低 反正我觉得这个镜头动画的控制 是很不稳定的啊 再看这个 这个是三的时候的up 这个有一点啊 就镜头再往上走啊 这个时候用的是三 但是也不明显啊 这个是三的时候的down 这个他走开了 嗯 这个能算往下走吗 其实我觉得也不明显啊 呃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事情 第一我觉得这个镜头动画 不是特别稳定 第二个就是我选的这个可能稳定 第二个就是我选的这个可能不太合适 如果你选的一个完全景物的 可能会好一些 就像他那个视力里边 那个一个小舟漂在江上啊 就那种情况 他可能镜头动画就会比较的明显 但是这个我确实测试出来呢 我觉得就一般啊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呢 其实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只有起始针没有结束针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加上结束针来看一下 现在呢 这儿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图片 啊 两个人 然后呢 我们分别把它进行了reset 然后作为开始针和结束针 别的参数都一样 你注意 我这儿的camera direction 就是那个 相机呢 我选的是auto 就是自动的 我不去约束 然后motion呢 我选的是三 三呢 它就是既不低也不高啊 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看一下 它是怎么从这张变成这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挺棒的啊 它非常自然的做了一个过渡 如果你希望两个针之间 做一个非常好的过渡的话呢 这个明显比那个frame要好 是吧 呃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时间啊 如果选成了这个 类似于offload的这种东西啊 大概700多秒啊 700多秒 什么意思啊 就大概10 13 4分钟啊 这个确实是很长啊 好 下边呢 我们稍微换一下啊 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motion的值改成了4啊 你注意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效果 这个动作也会比较大 这是3的时候 这是4的时候 我个人呢 可能还是喜欢3的时候 是吧 那这个呢 是2的时候啊 大家看一下 2的时候的这个效果呢 我也觉得非常的棒 特别像那个 我们早些年看西游记的时候 那种五毛钱特效 是吧 呃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 那这是2 这是4 这是3 呃 我觉得呢 3的效果还是最棒的啊 看一下有这个动作 而且镜头的过渡呢 也是比较平滑的 那其实这是我们对一些 基本功能的测试啊 那你会发现它的插针的效果和动作生成的效果 比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所谓专门的这个插针模型呢 其实要好很多啊 如果你用的好的话呢 会得到不一样的效果啊 我们下面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来我们先看第一个 我们来看啊 我这个motion值呢 选的是2 不算太高啊 然后再有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其实呢 是不一样的啊 他虽然人物看上去是一样 但是你看柱子的数量啊 背景的那个感觉啊 但是像灯笼啊什么的 总体的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这个效果其实挺棒啊 看一下 人物在向前走 手臂有往上抬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 环境有一些变化 这个如果你要用其他的模型去做这个效果出来 其实还是很困难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模型可取的地方啊 如果你单从生成质量上来讲 或者插针效果上来讲 不足以让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去看这个模型啊 因为他跟会员啊 我替XV啊 这个生成的效果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对比的啊 但是他的确在这种变化上做到了 那别的模型不具备的一些特点和效果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呢 是两个股丰的人物 你注意啊 这个人物也是不一样的啊 看上去好像差不多 但是你看衣服啊 他其实不一样 而且一个是侧面的 一个是正面的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motion变成了三 然后我就采样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衣服在过度的变化啊 人物的动作呢 也在平滑的过度 而且呢 都是合理的 看一个人啊 他转过身来啊 手有一些动作 嘴呢 和眼部都会有一些动作 然后呢 这个背景也会有对应的切换 非常的棒啊 啊 我们再看这个 那这个是我们在展示虚拟物品的时候 生成的两个模特 一个呢 是用这样的动作 在拿着这个包 一个呢 是把这个包给挎起来 然后他的衣服 其实也不一样啊 看一下 一个穿的是这个 这个衬衫 一个穿的是这个连衣裙 是吧 一个露肩膀啊 一个不露 但是呢 他整体的感觉 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看一下 到motion等于三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效果 也是非常棒的 你要注意 看衣服 从这个有袖子的 变成没有袖子的 然后这个包呢 从拿着啊 变成跨到这个手上 然后他整个的动作啊 都是非常自然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 这就是这个模型的价值所在啊 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嗯 这个呢 是我们在做虚拟试穿的时候的 两个模特 同样啊 也是 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那个一开始的那个例子啊 呃 这两个人物呢 他其实所处的舞台也不一样啊 背景也不一样 长的呢 由于我用了Laura 可能会一样 衣服呢 其实也不太一样啊 你注意一个是杀着腰的 一个是这个上一世在外边 然后呢 我们经过motion等于三的这个变换之后呢 你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面部也有啊 走的这个动作也非常流畅 包括甩头发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个衣服有下落的一个效果 有没有发现啊 手呢 也有下落的一个动画的效果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这用的现在就是512乘512啊 这个分辨率的确是不够啊 如果说这个模型能再优化啊 不用优化到1024乘1024 你优化到768乘768 这个能带给我们的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 所以说呢 在这个领域 我觉得如意这个模型呢 还是值得去关注一下的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啊 大家呢 可以自己回头试一下 好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the it's a it's a